大家好 我是高登仔 今天講一下鄧麗欣的前幾天 我不知道是前幾天還是前個星期 因為有時候我都facecheck不到這麼多 但也是近來發生的 原來鄧麗欣的IG 就post了一張黑白照 而那張照說應該插著針 我調研不需要針口插著 前度男朋友現在分手 台灣王子 秒速給like 網民就說是否有機會復合 我們先看看 原來根據報導 鄧麗欣在6月宣佈了 跟拍拖三年的王子優勝的分手 即是分手的資訊 不是結婚的分手 sorry 並指大家是和平分手 雙方也沒有在社交網絡斷了對方的follow 即是繼續follow對方 那些文字 好 鄧麗欣連日開工 突然 post了一張在醫院的黑白照 前度 即是王子 火速給like 網民的推測是否有機會復合 原來鄧麗欣和staffy 在6月同時公佈分手之後 台灣傳媒說 原來是王子出軌才會導致分手 staffy立即發文 staffy立即發文 即是staffy立即發文 發文 說他是一個好男友 王子也留言多謝 以及轉接staffy的發文 直言雙方關係沒有因此分開而交惡 連日開戲的鄧麗欣 突然間上了一隻手背插針管的黑白照 透露在醫院 staffy也說這是身體檢查 只是例行 很久沒有在手背刺過 所以有點緊張 雙手一直不敢動 但其實是可以動的 要努力工作之餘 要照顧自己的身體 才可以繼續努力工作 向自己的目標進化 並祝大家身體健康 好像奧運選手一樣 不斷可以突破 爆發自己的潛能 又說到 有好的身體才可以繼續努力 好好照顧自己的身體 這個一post一出 他的前度 王子就馬上給了like 對舊愛仍然表示關心 不過聲稱 staffy的粉絲 另外一個舊愛 方力申 離離去都是方力申王子 方力申王子 方力申王子 可能忙於採訪 方力申 準備有給like 有網民留言說 兩個有機會複合 即是王子和staffy 大家還關心對方 應該是走在一起的 希望你們符合 不要讓對方 不要讓對方 即是說方力申有機可乘 這樣 我看過照片 但他擔心的 其實呢 按照之前的報道 就說王子就是因為他 花心和懷疑出軌才分手 當然鄧麗恩也出post說他是一個好的男人 那都不要緊的 鄧麗恩覺得他是好男人 不代表他沒有出過鬼 那這些大方承認就OK啦 那也有說鄧麗恩在台灣 找他男朋友 甚至在台灣開這個奶飲的專門店 就這樣 這樣 雖然他們 即是 我都覺得王子是帥哥的 這個子弟戀 即是 很多人都看不好 不過我覺得 感情的事情沒得說 對吧 年紀是一個因素 但是 即是你說我們真的喜歡對方的 年不年紀 也就無所謂 所以我高登仔 都希望祝福伯staffy 即是無論他 是不是跟舊愛 是可以搭帳 或者做朋友 或者做仇人 不見面也好 始終自己的感情是自己才知道的 只要他有一天 覺得他開心 那就可以了 那我們作為旁觀者的 就看一下這些報道 開心的就是替他開心 如果不開心的 或者有些健康問題的 我們就關心一下他 就是這樣 好 多謝你支持 高登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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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